Y等於什麼 X2 加3 可以嗎 OK 看好了 再來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應該是不錯 我講 也就是說 這個式子 會跟著這個數字 非常的接近 可是 嗯我講了 我這也還有計算錯誤 我看一下計算是哪邊 以X2的形式標準三次二次一次 我沒有算錯 我這數字有算錯 這數字沒有算錯這個 有沒有算錯 等一下 我計算是哪邊算錯三次二次一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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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變號寫正2 1-2 同學這個 這個我今天能講 這個我的綜合出發 過程好像有點問題 可是因為我剛試的時候 有點 有點怪怪 我在稍微有算 我在稍微有算 另外就是他 他這個課本在時候在編的時候有點編錯 我一下 喔 喔 這裡是打錯 同學這邊 這邊他第五的地方 立體的地方打錯了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 因為我現在手上的課本是他們一開始省 省版本的課本 所以他們這個 打字有點 打錯了 給我個 給我個一下下 一下下 單元965 這打錯了 這個 這個題目有點打錯 沒關係 我再稍微算一次 這個 這個 fx 等於 x3次 減x0 減x加1 他要表示成這個 表層 啊 我知道 我剛算錯了 表層以x-2來 來寫 不好意思 同學 這個 我剛剛 可能重寫 我把它講完 對不起 1-1 -1加1 你如果表示成 x-2的連續綜合主板的話 你如果全部都要用 x-2表示的話 是不是要一直用綜合主板 走下去 不好意思 我剛剛這個 真的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先寫2 1 2的2 1 2 1 2 3 3 再來繼續往下寫 2 1 2 3 3 2 6 這裡是7 不好意思 我剛剛 這樣才對 我今天身體不是很舒服 所以 我剛請原說來幫我做 那 這1573才是正確的答案 我們再看一次 叫做 1倍的x-2的 3次 加5倍x-2的2次 加7倍x-2加3 同學不好意思 這個 我也不知道 剛剛突然掃掉了 好 那 一樣的道理 同學道理是一樣的 用 2.001代理區 我舉例 2.001代理區 這兩項都是 0.001 的3次 加5倍 0.001的2次 加 7倍 0.001 加3 我把這個講完 這個不是很難 但是這個 這個 剛剛不打算計算錯 來 這兩項 對於這個2.01來說 非常的 小 對不對 這可以吧 這很小 這兩項是可以約掉的 所以剩下的是這項 可以嗎 好 這樣才對 save save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這項而言 我們拿出來 這個時候 f的2.001 會非常接近的這個 7倍的2.001 加3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把它還原 這個7倍的 0.001加3 7倍的這個 x減掉 2.001 2.001 2.001 1-2加3 是非常接近 可以嗎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在x等於2 附近的數字 是不是應該 可以交給他來 掌控 哪個式子 交給 這個式子 y等於 y等於x減掉 7倍的加3 再加3 控制 所以應該是用7倍x減掉加3 來控制 這裡 寫錯了 7倍 那你看一下 在這裡 所謂的這個Local 局部 局部的話 是在這裡 你看 在2的附近 你看這裡是2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2 2的附近這兩條線的地方 有沒有非常非常接近 有沒有看到 是正好怎麼樣 Touch在一起 接近幾乎都Touch在一起 也就是說 這一段線 在x2的附近的線 可以用這一條線來表示 聽的話 這叫做局部的意思 可以 好 那這個局部特徵跟廣域特徵我們就講完了 這個 不好意思我剛 剛有一點那個 不知道怪怪的 那這個 你們要記得 如果你要看局部特徵的話就連續重頭組吧 看後面的兩項就好了 可以嗎 因為你帶進去的是一個一次的數字 所以前面的高次項基本上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只有這個 一次跟這個長度這很像會有意義的 那後面的問題也差不多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各位來辛苦 id 啊 我 喔 今天我比較沒模範 煎熊